Hello 大家好 各位小伙伴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视频是一期分享视频 不会把我近几年在墙外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和接触到的一些我们能够经常使用的 比较稳定的这些工具 会讲给各位小伙伴 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VPS 这个VPS是我唯一中发现的 当时在我发现这个VPS的时候 其实我是比较看中这个粘附 但是也是出于考虑到 这个粘附的VPS是否稳定 所以没有干那么快的下手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月 但是这个VPS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使用这个VPS之后 有很多流媒体已经是解锁了 包括在海外版总经里面 无论是直播还是发布视频等等 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VPS虽然说是看上去有点小贵 但我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我跟你说左翼运营的话 成本一定是有 但是手术的成本最多的可能是在运营上 但是这个基础上呢 VPS这个稳定性 直接影响到了我们TikTok的运营 所以各位小伙伴呢 我希望不要在运营方面 因为VPN的问题 频繁的导致账号出现问题 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得不偿失 如果小伙伴你有更好的VPS呢 也麻烦您分享给我 第二个是要分享的呢 是一直在墙外 我一直使用的那个TikTok 其实我不太喜欢使用公用VPN 因为涉及到很多的事 包括银行账户 或者是PK 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动作 就像我的PK账户 我使用了两年的PK账户 直到我注销的内心 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至今呢我是一直在使用 也是非常稳定 一个TikTok的稳定 会让我们感觉失败功倍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弄在其他的东西上 那么这个TikTok的发现方法呢 在项目地址上写得也很清楚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不用去做掩饰了 这种掩饰也是绝对没有意义 我相信各位小伙伴既然在墙外 能看到这个视频 就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知识 和相关的技能 对吧 再加上一点点的动手能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自己 私用的提论 第三个是和大家分享的 一个本性验证平台 这个平台呢 我用了大概一年多 其实我使用这个平台 最大的出动就是为了 节省一些成本 有一部分小伙伴是临时使用 那么临时使用 比如说验证一下Google will 购买一张普通的电话卡 成本会比较高 而且呢 来回的邮寄也不是很方便 那么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 无论是验证Google will 可以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的 就可以获得验证了 当然了 注册约账号 获取约约号码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不只是电话卡 还有的是IP 就像在我们墙外经常流传的 原生IP 这种IP呢 是少之又少的 我们所得的IP 几乎都是服务器IP 如果你有原生IP 那么只差一个验证码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使用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里头呢 有很多项目都可以验证 只需要提供一次的验证费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呢 把这个平台分享给各位小伙伴 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 如果你是想要验证美国的银行账户 或者是PayPal账户 直接和金钱有关的账户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使用莱卡 这几年呢 其实经过我的使用 莱卡目前是非常稳定 也是最稳定的 在国外使用 没有之一 莱卡呢 它最稳定 也最可以控制的一点 就是即便你的莱卡 这个SIM卡丢了 只要你能记住这个号码 那么你找到我 我依然可以在后台帮你补办一张 莱卡 那么如果你是使用 其他的一些小公司的 只是挂靠一些美国移动公司的 这些运营商的话 比如说补办一张卡的话 它们会非常难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是通过我的视频 才了解到某一个事 那么在这里呢 我觉得语言上面应该是严谨一点 比较好 毕竟莱卡 我有完整的运营商后台 在这个后台里面呢 我有部分的权限 在用户使用当中出现的问题呢 我几乎是可以操控得了 即便你的莱卡在使用的故障当中 不小心把卡片丢了 那么只要你记住号码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补办一张莱卡 今天的分享视频就到这儿了 如果你在使用当中出现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看到后 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墙外 我们各取所需 学习我们喜欢的东西 七周精华就可以了 与我们无关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评论 我们不要去传播 网络或者法外指引 作为一个跨性变商 如果你来到墙外 没有一个坚决的立场 那么最后受到伤害了 只有自己 只要关好自己 其他的任何事 与我们无关 我们是来正谈的 对吗 好吧 今天我已经把 我经常用的这几些东西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如果您也有好的一些平台 或者是好的意见的话 请在评论下方思讯我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么各位小伙伴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